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订阅《要塞财》英台五间总结的环节 身边的嘉宾仍然是郭索奥跟你聊天 郭先生 你好 我们跟进行至今日低开412点 亦是今日的低位 低位见过19969点 开始没多久 跌幅轻微收窄 这一刻跌306点 最新报在2077点 成交金額有429亿 国企指数跌102点 报9162点 期指方面跌268点 报2017点 低水58点 成交量有55000多张 阿sir 怎么看 昨天环球股市都有骨牌式的下跌 大家都对美联储白蓝黑方面的言论 会否过分去曲解了 因为反应都非常大 今天开的港股来说 更加一开就跌穿了2万点的关口 如何部署呢 暂时这个退市的言论 有什么值得大家担心呢 首先来说 先说退市 退市意思就是 联储局减少 继续买债 这是QE3来的 包括买债和住资 每个月向市 投下的资金 是850亿美元 好了 问题在哪里呢 如果停止买债 是不是可以将整个经济 整个股市 完全扭转呢 我看未必 第一就是杜瓊斯指数 在金融海啸之后的低位 6469点 升到15542点 美国的股市 已经由低位升上来 达到140% 不是说升幅 是说财富效应 以万亿计的财富效应 根本上已经增生了 以及美国那边的经济状况 已经逐渐回暖 包括楼市也开始升温 这次联储局局长 好像有点狼来了 先探水温 说一说年底 可能会减少买债 看看市况这半年来 发生什么事 如果经济 没有太大的变化 或者仍然持续 稳步增加的时间 略为减少买债 有什么奇怪 事实上来说 市场的流动性 完全没有变 他没有收回钱 只不再订钱 至于加息的步伐 仍然有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才做 可能市场真的比较过敏 第一就是这一点 第二 如果发现这段时期 经济或者股市或者楼市 真的有少少影响 可能买回头 买特都还可以 因为QE3 第三期的两发宽松货币政策 是没有设限期的 这些大家要留意的 中间我不买 不对版 我再买 买特都还可以 市场来说 今天的曲解 是不是有少少 是多了呢 还有一点 你看看美股 升了3,071点 稍微调整 三分之一 根本上都是很正常 调整三分之一 严格来说 盗勤施支足 都应该有机会 试一试 14,518点左右的水平 相对现在来说 其实美股 都是属于一个正常的 升后调整 当然美股偏强 港股就受不了 因为A股持续积药 而且内地的政策 趋向于比较保守 加上银筋紧的时间 人行都未肯放水 令市场的看法 是比较负面 影响所及 香港不可能独善其身 恒生指数 其实技术上来说 今个月的跌幅 比预计中为大 三户高位是22,564点 直到今日最低19,970点 单月已经跌了接近2,600点 我说的是2,594点 属于是由头到尾的跌法 这个跌幅 第一股市本身已经累积了一定程度 所以技术上是处于超卖的状况 第二就是 越跌 其实追沽的情况 似乎是预计不太严重 大家看到市场定着的低位 是静了在 如果比起以往 这些情况 分分钟触发恐慌性的抛售 但有没有呢 现在是看不到的 股价不断的下跌 第一就是 下个星期就是 期指结算 或者是一些 牛熊症等等 相关衍生工具的因素 而令到淡友趁机会 再诚勢追击 最多都是这样的看法 和股份的基本因素有没有关系 如果经济下限的风险 越来越明显 企业盈利一定是放慢 这个当然是有影响 不会说没有关系 但问题就是 企业盈利的放慢 相对股市的下跌来说 似乎股市就跌多了 不过在信心不足之下 市场有时对股市的看法 是趋向于比较保守 或者简单说 就算现在跟人说 蓝筹平均的市盈率 十倍都不到 而且息率接近三厘八至四厘 根本可以中线吸纳 这点个个都认同 没有人会是争拗的 但问题是 当你的资金投放到某一个板块 或者某一只股份 而那只股份本身的走势 又持续持续偏远的话 买一次买两次 第三次你就不会再买了 而且有不少人 可能在二万一千多 或者二万二千左右 已经是处货在 那往后跌了一千多两千点 就来得这么快 我相信有些是利不及 减持或者回套 等于好像内银股 在一个跌市之前 或者说大部份内银股 都仍在高台上 由高台下来 已经跌了15% 有些是买来作中线持有 或者收息 是不会随时 今天股份 明天低一毫子买回 后日再买过 但后日又再股份 一般来说是不会这样做的 只是说 持货的投资者 第一是要考虑自己持货的能耐 一只股份 就算它的股值是低 前景仍然看好 但这一分钟受到大肆气氛所累 它仍然会放缓 就等于例如中二冻 用个比较 本身的业务 是不太受环球的经济气氛所影响 但是好的时间 它都下不了上去 因为未来这几年 它要投放千多到两千亿的资金 去4G的网络设备和铺牌 好了 到外围跌的时候 其实它的抗跌力应该是强的 第一半只公用股 第二 你外围就算有什么事情发生也好 其实都不关它 因为它一毫子都在内地赚 不是赚出面的钱 理论上来说 它应该是可以优于其他股份 但实际来到现在这一刻 股价 中二冻股价 都一样是受压 一样是跌 因为行之成分里面 它占的比重是排第三 僅持于汇丰和建行 即是说 有些股份本身的业务前景 都还是比较受厉 但股价一样会下跌 因为你是成分股 还有一个东西 越跌 人们越不敢开红仓 因为市已经跌了这么多 你分分钟反弹 买红症不要了 都是买牛症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集结了一些牛症 在每一个低位 都有个技术上反弹的心态 结果市房就浸浸地溶 直到牛症 或者拔习区的牛症 全部被回收为止 但不知 去到最后一刻 市数一定会见到一个技术上的低位 问题 有什么弱忍 或者有什么藉口 令到市场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弹 这点很重要 举例 沽空那些要回报 想趁低吸纳 一路未做那些 滴起深光去买 心态两边都不是这么稳定 初沽货又不是 买货又不是的人 看到市场不对板 好像要好 都是买一点 你有什么成因 或者有因 而令到这些买盘会出现 这个才是关键 当然不知 外围反弹 这个是少少的 利好的因素 但最重要 我觉得都是要看A股 看内地的政策 直到这一分钟 内地的政策 都还是趋向于比较保守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据问四大各有银行 在资金市场是进一步借入资金 即是内地的资金情况 是相当相当紧绝的 尤其是半年结 中小微记更加需要资金 不过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银行准备金仍然维持在20%高的水平 或者超高的水平 银行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都是不肯放 不放肯定有理由 楼价持续高级 楼价不下 不能放肯定 变成营商环境是越来越辛苦 除了楼市还是比较固定之外 其他投资环境和气候 全部都已经放慢了 股票更加不用说了 上次提到 上证指数现在正是越市越低 会否挑战或者下市 去年12月4日的低位 1949点 大家尽管看看 不过市场的确有 现在有这样的看法 至于其他营商环境 更加不用说了 我总是觉得 经济在温总的时间 8%有一段时间 增长何止八何止九 双位数字都有 走得比较快 这是事实 但到现在 如果维持7.5到8% 理论上可能比较适合国情 但如果硬性规定要去7到7.5% 经济可能 或者是软和硬着陆的中间 有些真的可能中小微几 直接就结业了 他硬不住就要接 这就属于硬着陆 希望7月底IPO重体的时间 会有些政策稍微配合一下 不过当然之 停了大半年的IPO 重新启动的话 头一轮上市的 相信都一定是最好的企业 这点我就觉得 不需要太担心 只不过就是 在那一刻 怎样有些政策出来 令到市场气氛有所改善 从而令到大家对新股上市 重拾信心 这就很关键 可能五穷六真的绝 真是没办法 前人真是好事 到7 我希望真有机会翻身 好啊 谢谢郭sir 先和大家跟进 一种南酋股的情况 匯控来说 跌超过2% 报79.85 中移动升1元 中国银行跌2仙 公行跌3仙 建行升1仙 港交所跌超过2% 国寿跌2.6 有邦保险跌5仙 腾讯跌8.6 最新报281.6 金沙中国跌超过4% 长实跌接近2% 新地跌6 九仓跌2.2 中海外跌1毫6 幻子地跌2毫子 中海油跌4毫4 报12.56 中石油跌1毫半 中石化跌8仙 昆仑能源方面 跌2毫4指 报12.78 中国神华上升4毫半指 报22.6 谢谢郭sir 刚刚听郭sir说 内银股方面的消息 都是不断在这两天市场焦点 传到税金的情况 亦看到很多文章 亦看到银行间的车日回购利率 更加一度升到28厘历史新高 亦有其他原因 sir说13万亿理财产物 在这个月亦会到期 很多银行要连本带利 还给投资者等等不同的情况 如何看待 内银股方面 暂时来说 又如何分析 建行近期来说 真的跌了很多 跌够了吗 如果说其实上海的走势 跌了这么多 应该理论上是断定的 这是很老实说 但最重要的是 资金市场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过去内银 一路吸收存款 从而进来一个 存和泰的业务 当然 你吸收存款 你给予一些利息 人家 再拆借出去 赚取息差 不过问题就是 借出那些企业 现在这一分钟 未必有资金 是退回回头 未必有 例如借给内房的发展商 他买了福地去建 你都要两年后 或者一段时期 才拿回钱 你如何履行到期的贷款 还出来 这点就是关键 当然 最终来说 当然 要在市场上 囚集资金 便被高息 便扯高了息率 很简单 OK 好 麻烦你郭先生 快去看看内银股 收市的表演 先看看 建行 暂时没有升跌 5.15元 刚收了市 公行截2千 收到4.15元 中俄银行跌3千 农行跌5千 交行跌1毫8 焦行跌3毫6 中信银行跌4千 文行跌3毫9 重农行跌6千 OK 麻烦你郭先生 先休息一会 转头回来1点就和大家见面 阿sir 和你做新报 港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的 麻烦你阿sir 先 5.15元行则方面 上周跌了298点 半日收获2084点 成交更马额447亿 国企指数要跌104点 报9160点 期指就是升了 要跌了 跌255点 收获2030点 低水55点 成交两方面57200多张 休息一会 稍后1点钟再和大家见面